那为什么去知道 怎么样的行为会给对方压力 这件事情会那么的重要呢 是因为就算对方一开始被你吸引了 觉得你这个人很有趣 想要跟你相处 想要跟你多认识 但是一旦你让对方感受到了压力 他就会忍不住的想要在这段关系中逃开 他会停止去认识你 也会停止跟你搞暧昧 哈喽大家好 我是Juan Jessie 大家也知道 搞暧昧说难不难 说简单也不是很简单 那么今天呢 我要来跟大家讨论的 是一个大家在暧昧初期 很容易犯的错 那就是给女生太多压力了 那给女生太多压力 这件事情听起来很龙头 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怎么样才叫做给女生压力 所以今天呢 我就会详细举出几个例子 来告诉大家 这样子的行为是很容易给女生压力的 那为什么去知道 怎么样的行为会给对方压力 这件事情会那么的重要呢 是因为就算对方一开始被你吸引了 觉得你这个人很有趣 想要跟你相处 想要跟你多认识 但是一旦你让对方感受到了压力 他就会忍不住的想要在这段关系中逃开 他会停止去认识你 也会停止跟你搞暧昧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主题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聊天的时候 经常一次性的问太多重点问题 那什么叫做重点问题 像是你交过几个男朋友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之前的男朋友都是怎么分手的 当然我不会说 你们不能聊感情方面的事情 但是频率不应该是在一次的聊天 甚至是第一次见面以后的聊天所发生的 如果你一跟对方认识 然后就开始问这些比较私密的重点事的问题 那对方就会觉得你企图心太强了 他一开始只是觉得 你这个男生不错 可以多聊天多看看顺其自然 但是你一下子问了这些问题 那他不给你个招待是不是说不过去 因为你摆明就是对他很有兴趣嘛 可是他目前还没有那么喜欢你 所以一看到你问的这些问题 自然会觉得 那我是不是应该在这边踩刹车 毕竟我们两个现在要的东西好像不一样 你问出那样的问题 除了会让对方觉得你目的性很强之外呢 也会觉得你这个人有一点 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相处 不知道怎么去把握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感 人跟人之间是有分亲疏远近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认识的初期 就问对方这些问题 难免会觉得你这个人有一点太唐突了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 在跟对方传讯息的时候 每次都回复的太多 或是分享的太多 那喜欢对方当然会想要跟对方多聊天 但是我发现 很多人聊天聊的方式是 把对方当日记本来写 首先我们先来定义什么叫做聊天 聊天就是我说一句 你回我一句 我说两句你回我两句对吗 所以应该是以简短的对话形式进行的 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人都是 每次一传就传一大堆讯息 像是他喜欢什么电影 喜欢这个电影的缘由是什么 他还买了这个电影的周边 然后因为这个电影而学习到了什么 等于是在一段聊天当中 把所有的启程转合都写出来了 那这样子聊天方式就是非常典型的 提供了太多的资讯 你一次讲给对方那么多的讯息 对方可能根本就没有兴趣 而且你这样子的传讯息方式呢 还会导致一个结果 那就是对方会回你回很慢 因为你那么认真的传了那么多的讯息 对方当然会觉得哦那我的回复就不能敷衍你 也得要有一定的篇幅才可以 所以这就会给对方一个无形的压力 会觉得每次跟你聊天就有一点累 而且每次回复你呢 都得要花他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才刚跟对方开始聊天 那么最好的长度就是一句两句短短的就够了 并不需要把对方当日记本来写 也不需要那么具性迷移的去报告自己 以前过去还有未来的事情 这些等你们认识久了熟了之后再说 现阶段呢都是不需要的 第三个就是太过放大他每个情绪或行为 像是哦对方可能今天没有回你 你就很紧张的问对方说 呃你今天怎么了吗 你心情不好吗 或者是对方今天感觉态度比较冷淡 你就很快的问他 是不是因为我昨天说了某某某句话 所以你今天才对我生气了 这些反应呢都是你太过在乎对方的表现 我不会说对方不在乎你 但是你在乎的程度肯定比他多太多了 那这样子呢就会给对方压力 我今天就只是因为下雨了心情不好 所以才比较冷淡而已 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而导致我怎么样的 但是你那么放大他的情绪的话 他就会觉得那是不是以后我跟你聊天 跟你相处跟你说话的态度 都必须先经过仔细的思考 要不然你可能又会想太多 又会觉得他在生你的气 他会觉得你这个人过度敏感 那过度敏感的人呢都是有一点难相处的 他也会因为不知道怎么去跟你相处 决定跟你保持距离 那第四个呢就是在还没在一起前 你就会去问清他跟每个身边的男生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一个很典型的 你不知道怎么去藏你的情绪才会导致的结果 你看到他跟别的男生在一起 你心里不舒服 你想要搞清楚他是不是男朋友或是喜欢的对象 所以你就没什么心眼的去问了 但是你要想一下你今天凭什么去问 你今天还不是对方的男朋友 你今天只是一个正在跟他聊天的人 可能连暧昧对象都不是 那你是用什么样的立场去管他跟其他男生的关系呢 那如果你只是偶尔一两次这么做 也许他还会觉得可以忍受 但是要是你经常性的 每次都会去问他 他跟某个男生的关系是什么 他就会觉得你是谁 你凭什么 明明不是男朋友 但是却摆出男朋友的态度 越是这样想 就越会觉得心里有压力 越想要远离你这个人 好啦 以上就是容易让女生心里有压力的行为 那如果你今天正在跟对方聊天 搞暧昧 要注意这些行为一定要小心了 因为就算他一开始可能被你吸引了 觉得你这个人很有趣 也会因为你的这些行为 而慢慢的想要跟你保持距离 好啦 我是主要圣Jesse 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进行一对一的对谈 欢迎来到这个网址预约 我会根据你的情况做出分析 并给你最中肯的意见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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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